哇塞 爬上來以後 有點漂亮又有點恐怖 現在要走這一段 超級喔 現在已經爬到這邊來了 我是不是應該吶喊一下呢 I am the king 大家早我是Jordan 現在大約是禮拜三的上午8點半 今天要來爬新北市十定的皇帝殿 今天我的出入口 預計會從小廚坑這邊上去 也從小廚坑這邊出來 整個行程大約三個小時 看一下這個導覽圖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就把這個地方稱為 第一個登山口 這是第二個登山口 待會我們從第一個登山口上去之後 走到皇帝殿東風 再沿著這個山冷線 經過天丸風 再走到皇帝殿西風 然後往回走以後 在鐵果廟這個地方往下走 這地方是第二個出入口 這邊是第一個登山口 旁邊這邊就有洗手間 所以在登山前可以來這邊上個廁所 前面那邊有一個停車場 大約可以停八台車到十台車 這邊有一個普及站 這邊就是我剛講的第二個登山口 再會我們會從這個登山口這邊上去 我會把登山口這邊的Google Map 訂閱連結放在我這支影片下面 說明要方便你們參考 好現在來去出發囉 看一下入口指標 黃帝殿東風一千六百公尺 五十三分鐘 東風登山口 好走 前面是斗上坡 前面這裡持續的十階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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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帝殿東風一千三百五十公尺 四十五分鐘 黃帝殿西風兩千五百公尺 二千五百公尺 八十三分鐘 我今天的裝備 帶著登山帳 登山鞋 還有登山藏庫 現在前面這裡 雖然是持續的十階斗上 不過這邊應該也好幾天沒有下過大雨了 所以目前石階乾乾的 踩起來不會覺得危險 現在步道右邊這邊 有一間以前的石頭屋 不過現在已經殘廢不堪了 目前一路枝葉浮蘇 寓意津津 往前十霸間 十霸間是比東風還要更後面 所以我們今天不會走到十霸間 黃帝殿步道 5.4K的2.6K處 現在走的將近快二十分鐘了 目前都還是一路的階梯往上 目前都還是一路上坡的 現在這邊轉為 原木以及防木的木森道 前面這一段的地板比較濕 那邊要拉一下繩子 不然可能會滑打 好 這一段要拉繩子上去 我們剛從那邊爬上海的 上海之後這邊有指標 往左邊十霸間 還有黃帝殿東風 來 走吧 今天感覺像地板的泥土比較潮濕 要小心走 現在這邊往下 泥土濕濕的 真的沒有登山障的話 我覺得滑島的機會還蠻大的 5.4K的2.1K處 目前我們是走在三能線上面 你看左右兩邊都是往下的 這邊路況比較原始 你看下面都是樹根 這一段三能線 其實走起來是有一點點刺激的 哇 這邊有大岩石 準備要攀岩了嗎 好 看起來這邊要兩隻手 手腳並用 那我就先不拍了 後面這邊還有一段 哇 真的蠻刺激的 後面這些 其實並不是不好爬 而是因為石頭滑滑的 會讓我心生恐懼 這邊這一段 也要拉繩子往上啦 現在的角度大約80度左右 剛剛是從前面那邊走過來的 好 從側面讓你們看一下 現在要爬的這一段 我相信拿的是水平的角度 比對一下 好了 快登頂了 剛剛走在我前面的兩個遊客 現在已經在上面休息了 好 走 不過今天看起來 天氣不太好 你看烏茫茫的一片 所以今天大概沒有什麼遊客可以看了 小霸間 380公尺 他們在上面 我們先走到前面看一下 小霸間在往前面走 好 就走剛剛這個階梯這邊上去 哇 有點恐怖耶 這個讓我想到見農人 你看這個 山極線 哇塞 有點恐怖耶 好 我要小心一點 好 先小心走到前面去再說 好像從那邊上去比較安全 好 好 那我走這邊看看好了 不過這邊 真的有點恐怖 沒有走好可能會掉下去 我想一下 好 我還是走那邊好了 剛剛猶豫了一下 我還是決定從那邊退回 因為要走到這個地方 那個山極線有點恐怖 打算從這邊拉升值上去 圖根點在那個地方 593公尺 皇帝殿東風 現在讓你們看一下這個山極線 哇 真的蠻恐怖的 好 皇帝殿東風593公尺 來摸一下 好 摸到了摸到了 好 再看一下四周的風景 哇 今天霧猛猛的一片 轉個方向 現在已經爬到這邊來了 我是不是應該吶一下呢 I am the king 前面往小霸間 好 待會下去以後 我們往回走 走向西風 現在霧稍微散開了 讓你們看一下前面的風景 好 我們現在繼續先往下走下去 走到剛剛佳慧的地方 爬到現在目前有一個感想 就是 好家在 我今天有帶登山杖 不然我覺得有很多路段 真的會蠻危險的 列產的機會超級大 可以看一下這裡的風景 目前視野看起來還不錯 好 繼續往下走 剛剛我們從登山口的地方 走到剛剛佳慧殿的地方 那一段比較要考慮的是上坡的問題 但是現在走這段山能線 上下坡不是一個什麼大問題 因為感覺不太出來 倒是要小心這一個路 比較小 而且很多地方要攀岩 要特別小心喔 裝備要帶夠 現在走到剛剛佳慧殿的地方了 我們是從這邊爬上來的 然後往我現在後面這個方向 走到東風 再往直走 可以到西風 目前時間9點47分 大約過了1小時10分鐘 剛剛那兩個佳慧殿跟我說 東風這條能線還好 但是要往西風那邊 那邊就又困難很多了 其實我有一點抓的蛋 這邊一樣是沿著山能線前進 現在這邊稍微往下 踩點就是這些樹根了 不過要踩也是要有技巧 不然樹根有時候也是會很滑 其實爬這種山 我覺得對人有一個好處 就是怎麼樣讓自己沉著穩定 才不會受傷 來了 這一段看起來怪怪的 聽完風是沒有基石或者是土根點的 我們就走看看吧 你看這種泥土路 登山上真的是登山的好朋友 好現在進入這一段 看起來並不是很容易 旁邊這邊不小心就斜下去了 接著就是這一段 也是有點複雜的感覺 哇現在前面出一片一片光芒 好繼續走 我發現我剛剛有很多段講話 好像有點講了語無倫字 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就請大家見諒 因為真的有點緊張 往前黃帝殿遠冷 黃帝殿步道5.4公里的1.5公里處 這邊視野不錯 不過就是雲霧稍微重一點 前面那個石頭很像是一個塔台 哇 真恐怖 給你們看一下這四周的風景 哇這邊垂直抖下 看起來有點恐怖喔 我剛剛看到這邊有拉一個鐵鍊 不曉得是要做什麼用的 好我們現在就往下走 現在爬到下面了 我發現這個鐵鍊 應該是要讓遊客可以從上面直接爬下來 或是從下面直接爬上去用的 現在這一段算是小確幸 比較好走 有指標 往左邊815公尺 可以到黃帝殿登山口 往右邊黃帝殿東風660公尺 往左邊黃帝殿西風975公尺 好走 根據我的資料 這邊已經接近天王風了 往前走看看 往前天王廟 黃帝殿布達1.3公里處 這邊小心一點 還好有拉伸 石頭有點滑 這段沿著山極限 石頭階梯一路向上 前面這邊有一個休息平台 不過這邊比較沒有view可以看 欸 在往哪邊走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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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這邊 我們下去吧 好 回頭看一下 根據我的資料 天王風已經過了 所以 大概在剛剛幾分鐘前的地方吧 好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黃帝殿西風1800公尺60分鐘 黃帝殿能線 300公尺10分鐘 哇 馬上接這段能線 還是要拉右邊的繩子比較安全 拉一下 不要太自信 哇 這邊也很刺激欸 現在正下着馬貓雨 今天降雨機率20% 希望不會下單 好 繼續走 來看一下這邊的景色 前面是 國道 好 繼續上去 哇 趴上來 以後 有點漂亮 又有點恐怖 現在要走這一段 哇 夭壽 哇 現在銀霧萌萌 好 看一下後面 好 這不想一下 慢慢走慢慢走 好現在又走到樹林了 這邊再拉伸往下 皇帝殿步道0.9公里處 這邊又接 延人 再看一下風景 所以剛剛指標指的 皇帝殿延人 這個應該就是這個地方 這邊又接一段延人 看一下旁邊 這邊又走進去樹林 不過目前也一樣還是在人線上面的 現在先在這邊休息一下 先喝個水 這邊視野還不錯 但是現在飄著毛毛雨 感覺比較沒有那麼舒服 哇 又一段精彩的來了 好這邊準備拉著鏈條抖下 這邊有指標往左邊天王廟 1350公尺 往前面西風 待會我們到達西風以後會往回走 然後找到這個地方以後 再從這個地方下去 之後接剛剛我在一開始講的 第二個燈山口那裡 好走 朝西風前進 應該快了 目前一樣是沿著山人線 這裡接人線 哇 哇 哇 蠻滑的耶 哇塞 要小心小心 還好我有拉繩子 西風 再五分鐘 哇 前面這邊有鏈梯 唉唷 這一段也蠻經典的喔 好 準備 起燈 好 上來了 這邊又接另外一段的炎冷 好 應該已經快到了 這邊的草比較長 最好是要穿藏布過來 反正爬這種山穿藏布就對了 有沒有搞錯 這一段你看 雜少都漲到步道中間來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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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真的是正確的路嗎 不禁讓我有點懷疑 路況一樣沒有很好 前面又接一段的鐵梯往上 大約80度 這一段的長度比剛剛還要長 大約是剛剛的1.5倍吧 現在的時間 上午的11點17分 其實來爬這種山 最好是戴著手套 會比較安全 也比較好抓繩 但是為什麼今天沒有戴手套呢 因為 我想要感受物質 最原始的觸感 這邊又一段鐵梯 不過 大概是跟第一段差不多 現在一片霧茫茫 這邊 原始路況往上 上來以後 往右後方回眸一看 皇帝殿西風 用到了579公尺 來看一下 哇 哇 哇 到處都是霧 看一下我們剛剛走過來的 這邊 我們是從左邊這裡上來的喔 前面還可以繼續往前走 啊 現在終於走到西風了 又來一首應景的歌了 好西風 就是西風的話 去年我回去 你們剛穿新棉袍 今年我來看你們 你們變胖又變高 好 我有點吵 所以唱的沒有很好 好 就這樣 現在在西風這個地方 目前大約11點半 我們大約8點半出發了 所以從入口的地方 走到這個地方 大約走了三個小時 包含拍照以及休息喔 好 現在往回走 現在往回走到第一個鐵梯處 現在視野又比較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好 繼續往下走 我的經驗呢 所這種泥土路最危險的 它雖然這樣一個一個 看起來好像有踩點 但事實上 它的斜度並不是水平的 所以很容易就 就滑倒就坐在地板上面 然後手就扭到了 所以這個登山障是最好的 有沒有發現我一路上 都在提登山障 欸 廠商有沒有注意到了 懂了嗎 給你們聽一下 這個真的是岩石 所以叫做岩冷 這不是泥土喔 走到剛剛的岔路這裡了 我們剛剛最後一個岔路 天王廟 1350公尺 往這邊下去 好 我們從這邊正式往回走了 現在這邊也是原始山徑 一路陡下 現在這邊是黃帝殿步道 0.6公里處 太陽出來了 不過現在已經接近快中午了 目前還是原始路況往下 前面就是天王廟了 旁邊有個導覽圖 我們是從這個地方出發的 走到黃帝殿東峰 再往回走 連著黃帝殿延人 走到黃帝殿西峰 往回走以後 現在在天王廟的位置 待會我們會走到剛剛講的 第二個登山口 黃帝殿名稱的由來 是因為西峰能縣下方的天王廟 而黃帝殿即為天王廟的別稱 我們剛剛是從前面的地方走過來的 這邊是天王廟 在走過來的路的旁邊 這邊有一條路 我們從這邊往下走 現在看起來有比較好走 現在準備接著這段步道 跟我們剛來的時候說 走的那個步道的路況很像 是比較好走 而且也比較安全的 這邊有一家石頭屋 叫做蟹媽媽 傳統好滋味 有賣綠豆湯 黃豆湯 茶葉蛋 還有涼耶 好 我們先繼續往下走 現在這邊 有一點室外桃園的感覺 距離商店不遠的地方 這邊這個石頭屋 是一間本壽耶 看起來不錯 可以在這邊上個廁所 裡面看起來還蠻乾淨的 現在這邊緩下坡 這邊有指標 往左邊往東風 往直走的話 往入口停車場 650公尺 10分鐘 現在這個步道的狀況 跟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走的步道的狀況真的蠻像的 只不過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是抖上坡 現在這邊是抖下坡 黃帝殿步道 0.4公里處 哇真的是四位桃園耶 慘了 我發現我最近 國語發音 常常很不標準 繞紅繞紅耶 來回頭看一下 現在這個狀況 是不是跟我們 要去的時候的路況 坡度感覺很像 到出口的停車場了 看一下這邊的停車場 這個是登山飲料店 不過今天現在沒有開 體會的話 這附近都會有野狗 所以這停車場會有黃金 這一坨就是我剛剛踩到的 所以要特別小心一點 我們現在又回到登山口這裡了 現在大約12點半 所以說我們一共大約花了4個小時 寒休息以及拍片 不過我看了一下資料 我們今天走的總時間 如果不寒休息的話 大約走了2小時51分鐘 總距離5.7公里 總爬升的海拔 大約一共爬了458公尺 感覺還不錯 可以做為你們下次來 爬這個黃帝殿的參考 這個黃帝殿算是新北三大鹽廠其中之一 會再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再繼續挑戰第二個鹽廠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請幫忙按讚分享 訂閱開小鈴鐺 並且關注我的主頻道 揪人到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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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